国立中山大学和高雄医学大学 今天在副市长陈启玉的见证之下 正式的成立工顶大学联盟 今后双方将在教务、行政、学务 还有产学各个工作圈 积极的合作彼此分享 希望为带动高雄生医、生技、产业的发展 共同努力 中山大学与高雄医学大学联盟警察期 在副市长陈启玉见证下 中山大学校长杨宏敦与高雄医学大学校长刘景宽 共同在象征高雄的山头插下士旗与校旗 象征三方攻顶成功 不只是两个学校的结盟 而是整个城市的提升 中山级高一校长表示 两校不仅是地缘相近 更是天生互补 我们感受到 只有一开言绝有 开言就是我们希望两边结合的力量 可以属成更强的谈略 还是竞争或是合作方面 我们有更好的力量 今天这两个都有第一的学校的结合 我想在历史的传承上是很重要的 今天看到两所大学这样子 攜手合作 我想这对将来 整个我们高雄的一个大学教育 不管是在教学品质 或是在学术的提升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建政两校结盟的副市长陈启玉 更以刚获得TVBS全国市政满意度 第三名的陈菊市长为例 他说陈菊在中山大学完成研究所 想用接受高一全程医疗照顾 显示两校结盟 创造出一位完美市长 我想毋庸置疑 今天两校这样子联手合作 透过一些资源 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交流 我想对我们高雄很多大学 都有一个带动提升的作用 两所学校都是我们高雄市 市政府最重要的智库 在这里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见证 也希望说市府能够跟两所大学 新手合作开创高雄市政 另一个新的荣景 副市长期盼 中山高一结盟能对高雄整体贡献 有所提升打造赛应的局面 港东新闻王建市刘志璇采访报导 中山高雄市隆明 堂